好 咱们继续上午的内容继续讲 这里有一个问题 咱们上午说的时候 按的R它们是有优先级的对不对 咱们是不是说上午说的是按的优先级要高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咱们上午运行的时候 它会看到说咱们会看到那样的结果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环境了 就是说咱们先看这个环境 不是 咱们先看这个表达式 你们觉得它的计算结果是什么 处对不对 这个呢 是处对吧 看起来是这样的 咱们看这两个表达式 你们计算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 先说第一个吧 先说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它你们在计算 你们在去想 你们在用脑子去算这个表达式的时候 它这个计算的过程 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 先算闹子 闹子 闹子 图号 先算这样是吧 首先是 你们觉得应该首先是这样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这样算后面呢 然后算这是吧 然后呢 然后算按的对不对 是这样是吗 像 最后算的二嘛 对吧 然后大家想 咱们上午说的是不是有个真值表啊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大家想 对于对R来说 他的他的条件是不是 不好意思 是不是只要我 有一个为真 他就结果为真呢 是不是 那我问你 对于R来说 如果说我的第一个 他前面的第一个条件是真的 他后面还有管吗 不用管 不管我后面是真是假 我的结果都会为真 对不对 对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那对于 对于按的来说呢 不管我 如果说我第一个 我按的里面第一个条件是假 那他就是两 他这两边这两个条件 不管你后面这个条件是什么样 他都会是假的 结果对不对 对 所以呢 这个呢 在做逻辑判断的时候 用逻辑运算符去做运算的时候 他会有这么一个原则 他叫短路原则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如果说 如果说 看这个时候 条件一按到条件二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的条件一是真的 他就会去判断条件二 判断条件二的话 如果说这个时候条件二是真的 这个时候结果才是真的 对不对 如果说条件二是假的 结果就会假 如果说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个时候条件一是假的呢 这样的话 咱们一看就是说 肯定能知道 我这个按的的计算的结果 肯定是假的 对不对 条件二无所谓 所以呢 就是在实际的时候呢 在实际的环境里面呢 就是这样的 条件一是假的时候 条件二就不去计算了 短路原则 对于r呢 条件一为真 他就 这个表达是 他的结果就一定为真 对不对 对 条件一为假 他才会去判断条件二 是不是这样 短路原则 我要跟你们总结一下吗 对于按的 如果前面的条件为假 那么 这个表达是 不是 不能说是表达是 是按的 前后两个条件组成的表达式 就一定为假 表达组成的表达式 为什么是胡啊 我说呢 计算结果就一定为假 第二个条件就不会被计算了 第二个条件就不会被计算了 这是按的 对r呢 如果 如果前面的 如果前面的第一个条件为真 那么 那么 这样的哈 那么 短路原则 所以呢 你看 咱们先说 上面这个 咱们说这个 这个的话 你看 它首先是not not对不对 not not 后面这个结果 它就会 这个 这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从左向右计算的话 它的结果就一定是 not跟not 抵消 对不对 抵消的话 它这个结果就是个 true true的话 对于r来说 我前面 第一个条件 我是true了 我后面还用计算吗 所以呢 后面的这一堆是不用再计算的 它的结果就一定是 一定是真 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一样啊 是 只要 我 没有优先机这一说 没有优先机 它就是从左向右 因为它短路计算的原则 它后面有一些 有一些 后面的值 不是 表达是后面的那一部分 它不会被计算 就是这么个意思 咱们上午说的不对啊 好 这个就是 短路原则 我先生成一个吧